iPad USB鍵盤測試 首先,我們先不透過Hub去接USB鍵盤 此時會顯示無法使用裝置 我們按好 測試各個鍵盤 不可以 此時鍵盤正常運作 按下Windows鍵加空白鍵可切換輸入法 我們可以切到注音輸入放開 並輸入想要的文字 按下下 則會跳出後雪漬 按下下右鍵 則會進入選擇區 按下向右鍵 下,進入後選字,跳出後選字,按向右鍵進入選字區 這樣的選字方式與一般我們在Windows底下輸入文字的方式有些不同 所以需要一點時間去適應 除此之外 其實鍵盤上的Home也就等於iPad上面的Home按鍵 在內心中的上方便會下載 我們在衣服的內衣服 我愛你的換衣服 我愛你的天子 我愛你的天子 我愛你 是 這是沒有透過Hub 好